朋友们大家好 我今天呢收到了华为的这个信用卡 它一共有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呢是一个说明书 就是这样子的 还有一个是卡 在这个这样的包装里面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说明书都是有什么 第一个就是华为的活动全页列表 大家看一下 它最显著的一个特点就是可以 可以返现 就是每次你你消费的这个钱 它可以返给你一部分 因为我用过我知道啊 它大概是比如你 你花个几十块钱 它返个一分两分 呃这只是它 它的一个特点 你知道就行了 那不要把这个返现看得太重 那第二部分呢 就是说教给你怎么激活呀 就是把它放在这个华为签包里面 打开这个NFC就可以激活 还有一种方式呢 就是呃卡片管理里面 通过什么发展信啊 或者什么的就可以开通 那这个说明了很简单 嗯大家如果是真的要用的话 可以申请一个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华为的卡里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那我现在把这个包装拆开 来看一下反面 有华为的这个标志 还有这个中信银行 华为呢跟几个银行都有合作 那这张卡呢是跟中信银行合作的 那它跟广发银行也有合作 咱们打开看一下它里面的东西 哎呦这个还不太好好抠呢 好打开了 让我们看一下里面 嗯里面是硬纸壳子里面 好像又给了一个激活的一个过程 我们再再看一下卡片 那我把我名字给给盖住了啊 这个卡片是这个样子的 那后面应该就是卡号了 因为这个卡呢 我之前申请过了 这次这个卡是我重新选了一下卡号 带了一个1818的 然后把这个盖住了 免得就被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 给给我消费了啊 最后把这个卡号盖住了 它这尾号有个1818 是我那个定制的 那这个卡呢 跟别的信用卡也没什么区别 那主要是让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申请一张 那这个卡的额度呢 是6万6万块钱的额度 人民币啊 如果说呃 你临时要要提额的话 它有个临时额度可以提提高到10万 好 那我给大家介绍了就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的观看